这个最近这个日本方面是就是喜欢让中国大陆不开心吗 不断的要去测试大陆忍耐的极限吗 意图想要挑衅吗 从方方面面不论是从外交再从政治 再从现在目前我们来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军事的动作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就先来谈日本媒体NHK 他们有报道说在7月4号这一天的早上 在大陆浙江省沿海航行的海上自卫队 梁月号驱逐舰没有预先通知 这个情况之下就短暂进入中国领海 那么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今天也有看到他的一个回应了 他说其实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 外国军用船进入中国领海 需经由中国政府批准 对于未经中方批准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军用船只 中方会依法依规来处置 那么中方要求日本要彻查此事 承诺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说到了这个梁月号驱逐舰 他就这么来了 这么靠近大陆浙江省沿海干嘛 那个时候大陆其实正要做 这个军事方面的演习 而且还有事先的预告 可是呢你来也就算了 你要监看或者是你要观察怎么个演习法 那干嘛要靠这么近呢 还据说是12海里 赖老师你怎么看日方的动作 如果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在公海嘛 但是问题是中国的演习 中国大陆演习是在公海没有错 那我们也知道他的任务是来监视 这个都很清楚 但问题是进入中国的领海 就是不被宜许 那除非你有先跟中国大陆报告 说我会无害通过 那么请求同意 那中国大陆只要说好同意 那么你可以什么时段到什么时段 那么进入什么时段离开 如果日本之前有打这个报告 有跟中国大陆做请求 这个都不是问题 很明显的没有 没有啊 那就有两个情况 HK也这样报道 没预先通知就来了 就有两个情况嘛 一个就是故意的 一个就是意外 意外也就是说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例如说船只发生什么问题 或者是雷达发生什么问题 那日本他们的防卫省 或者外交部把它解释成为说技术故障 那你有技术故障 那你要解释是哪个部分技术故障 是你的雷达是有故障 还是你本身的动力出现的问题有故障 你必须要跟中国大陆讲明白嘛 那现在他们说 他们现在正在调查 由国防部在调查 那国防部当然在日本是文官领导 那可是这个军舰是五人在执行 所以文官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个部分也应该要调查 而且日本有义务要跟中国大陆报告 那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要求了 你要调查清楚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而且之后不能再发生 那这个船舰 中国大陆当然已经入岸再撤了嘛 也就是说你这个船舰曾经违规 你入岸了 所以当你在靠近中国的这个海域的时候 它本身就会被更加的严格的抗管嘛 这个就是你有岸再生 中国大陆一定会看你会不会明知故犯 可是他们有先预先报告 这样中方报告 那为什么这个大陆还要让他来 而且靠这么近靠着12海里 难道是没发现吗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一般来讲你领海也有无害通过权 就是领海也有无害通过权 但是按照规定 按照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你要遵守当地国的法律 那中国大陆的法律就是 无害通过权 就是进入我领海的话 要经过我 你要经过我同意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它很明显的就违法了嘛 违法了日本就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做个交代 那如果日本拒不做交代 那么经过 因为现在已经是严正交涉了 严正交涉基本上的意思 也就是我态度很强硬了 你必须要回复 那如果你的回复我没法接受的话 那我可能会采用报复的措施 那很有可能下一次 就是中国大陆的船舰 就进入日本的领海 那看你的意见怎么样 也就是你到我家来 我就到你家去嘛 我觉得日本玩这一招没有意思了 而且也够纯 因为意义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这一招不是一个聪明的一个方法 那蔡委员 那现在刚刚我们讲了中方已经表明态度了嘛 这事你要查清楚啊 不要好像是视线都不知道 然后就由这个军舰就自己就靠过来了 可是呢来看看 现在呢像日本共同社 他们引用中方的消息人士就说 日本官员有表示 这次越界可能是个程序错误 真的是这样吗 然后他停留在那里呢 大约有20分钟之久 后来是在大陆海警的敦促之下 他才使出这个海域 那么日本方面呢 则是说会继续调查 但是却又拒绝多做评论 请教蔡委员的意见 我觉得大陆在处理这个事情 会不会太温柔了一点 第一个 这个是日本的6800吨的一条船舰 有人说是驱逐舰 有人说是护卫舰 好我们这个不管这性质的划分 他有鱼叉飞弹 他们日本自己拷贝鱼叉飞弹的版本 叫904反舰导弹 那还有两个很先进的鱼雷系统 这个叫无怪通过吗 这个是有的商榷的东西 因为通常我们领海的无怪通过 讲的是非武装船舰 他是武装船舰 就像刚才赖超讲的 你武装船舰你不报备 你给我假装无怪通过 那你当我是潘啊 是 以俄罗斯的习惯 上一次好像跟纽约的 挪威的什么船舰 混进了俄罗斯的领海 直到边缘 还没有像这个梁月号这个船 还进入领海20分钟 一个船开那么快20分钟 开很远 这个俄罗斯二话不说 就派个武装直升机 到他船上去泼那个 很难擦的黑油 你给我耍辣 我就给你难堪嘛 那中国不但解放军没有出动 那只出动什么 那个海警船 然后善意的广播的驱离 这个才叫广播驱离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日本自卫队 他提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基建故障 我有突然间有重大的 这个失能事件 所以我就放进去了 这不是程序错误了 这技术性失误了 怎么啊 你的那个GPS 应该是出问题吗 对啊 是 你总该给一个合理的理由嘛 所以平常已经讲 我对日本这个做法 实在是值得非议 对大陆这么温柔 我是有点意见 太过温柔了一点 所以就等看看这个日本方面 再这个继续拖下去 不好要赶快给个答复的话 那大陆方面是不是 现在你是一艘船来 我不知道几艘船要过去 秀到你日本的门前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焦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人 德国专利焦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添加密费 连打赏 保养习惯 重金费